2022年2月1日 随着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兵败越南 提前两轮宣告吴远卡塔尔世界杯 中国球迷的期望又一次以失望告终 足球被誉为第一运动 深受人们喜爱 发展和振兴中国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 然而 当中国众多体育项目蓬勃发展 男足水平却一路下滑 假赌黑丑闻频发 行业乱象丛生 与人民群众的期盼渐行渐远 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 这是无数球迷多年在问的问题 从2022年底开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会同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 湖北省纪委监委采用室祖地联合办案工作机制 彻查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件 深挖背后的问题根源 足球领域它出现了系统性探访式腐败 季节检查机关重拳出击 不敢不能不向一体推进 诚挚力度 牵手未有 2022年11月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 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足坛反腐 由此拉开大幕 随后 中国足球协会陆续有十多名高层和中层干部 接受审查调查 其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 中国足协原主席陈虚元 纪检监察机关 还会同公安机关调查数十名涉案人员 涵盖教练 球员 裁判 俱乐部高管 经纪人等方方面面 随着系列案件调查全面深入 足球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逐渐呈现出来 经常通过数钱 数网来数同办事 在这方面好像形成了一种 有点像惯例似的 中国足球 腹背不是在一个方面 是全方位的 我们有的事情觉得 在足球圈里面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现在看来 很多事情都是 违法的 违法犯罪的事情 李铁是本次专案第一个接受监察调查并被留置的人员 事实证明这个切入点的选择是非常精准的 他既在多家俱乐部担任过教练 又曾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在足球领域关系盘根错节 以他为突破口 纵身挖掘横向拓展 签出了从联赛告国家队 从俱乐部到足协的若干涉嫌违纪违法犯罪人员 以及种种黑幕和制度漏洞 作为中央纪委 国家健委的派出机构 我们组立足职责定位 在发现离铁的一群谋似的问题后 我们一方面严肃查处 一方面我们想以此为突破口 发现中国足球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回答广大球迷 中国男子足球为什么上不去的疑问 从而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离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队主要链 是因为先后代理两支中甲球队 成功冲入中朝 这一成绩对他的行业地位 实际上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但事实上 离铁两次带队深入中朝 背后都是大量的假球 离铁退役后转向教练岗位 2015年8月 他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首次担任主教练 当时赛季已经只剩9场比赛 华夏幸福仅排名第6位 冲超前景并不乐观 离铁一上任 俱乐部就直白地提出希望他动用人脉收买对手 我做球员的时候最震恨的就是踢甲球队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这些可能会能帮助我们球队 增加几率 第一次独立成为一个球队的主教练 所以呢 也是有特别想证明自己的这种心态 调查发现 一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带动的晶圆足球氛围 是中国足坛风气恶化的重要推划机 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看到之前恒大俱乐部通过投资足球 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效应 于是也是图效仿恒大通过烧钱 寻求短期快出成绩 定下了第一年就必须冲超成功 第二年要获得亚冠参赛资格 第三年就要中超夺冠的目标 我们公司文化就千方百计 实现目标嘛 所谓的千方百计就包括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就希望尽快的能拿到好的成绩 能对公司的品牌有影响 李铁上任后 赛季最后八场 打出了一波神奇的八连胜 使得华夏幸福最终以一分优势领先竞争对手 冲超成功 经调查 所谓冲超奇迹完全是金钱之手在背后操弄 例如赛季最后一场 华夏幸福必须胜或者平才能确保冲超 俱乐部为此砸下重金 最后一场比赛吧 我们大体上花费了一千四百万元 当时是跟深圳队俱乐部主教练 还有球员 去这个都打了招呼 深圳宇恒俱乐部官方层面 收受了华夏幸福巨款 同意放水 同时为了多重保险 李铁的教练团队则负责从个人层面 直接收买对方球员 李铁授意助教郑斌 联系上了郑斌在深圳队的老乡 主力后卫李斐 我们的实力其实应该是超过他的 就是正常打就能赢 但是呢就想去用一些这种方式 可以做到百分之百赢 大家就是对这个结果太看重了 李斐开价六百万元 表示会帮他们打点多名关键球员 华夏幸福一口答应 讽刺的是 如果不是这次调查 没人会知道这六百万 李斐其实是自己堵囤了 其实我也没找人 因为当时 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来说 他们都占有 我们当时客场 又是刚搞完局 心已经闪了 就想到最后一场 大家都不受伤 人把最后一场比赛 踢完我们就放假了 正如李斐的判断 他截留着六百万 也不影响华夏幸福 最终以二比零获胜 一场平实力就该赢的比赛 却偏要走邪门歪道 荒唐背后是极端的 极功尽力的心态 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 获得了成功 理想就会让自己变得 越来越极功尽力 为了要取得成绩 找裁判做工作 送给对方球员 教练 有的是俱乐部 找俱乐部的这种方式 变成了一种习惯 或者说是甚至到后来 有一点点依赖 李铁在华夏幸福俱乐部 打假球尝到了甜头 到2017年 他被聘为武汉卓尔俱乐部 主教练时 开始主动向俱乐部 推销假球 我第一次接触打假球呢 你可能想不到 是李铁找我 我就说 好像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李铁 在李铁的怂恿下 武汉卓尔俱乐部 也决定不惜血本 冲一把 2018年10月6日 武汉卓尔提前三轮冲超成功 球迷投入是真感情 但是看到的却是一场假戏 欢乐的记忆 都是虚构的 这会给人一种 瞬间崩塌的感觉 这种感受实际上 会一点一点的 这个侵蚀 这个大家对足球运动之中 热情 而之所以不正之风 在足坛不断滋长蔓延 一个重要原因是 本该负起监管职责的 中国足协 多年来有多名干部 自身抵不住诱惑 被裹挟进俱乐部的资本游戏 不仅对弥漫的歪风邪气 放任不管 甚至主动利用职权 帮助俱乐部在保级 准入裁判判罚 赛成安排等多个方面 谋取不正当利益 我自己也收了俱乐部的钱 我就不会去抓这种风气 因为你去抓这个风气 那不是你自己抓自己吗 所以对这种现象 事实上就基本上 应该是放任了 陈虚源是2019年8月22日 在河北湘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 当选为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的 而他当选的前一晚 就有两名地方足协负责人 相继敲开他房门 各送上了30万元拜码头 请托他多多关照 陈虚源人还没有上任 就感受到了这个圈子 潜藏的巨大利益 随即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到我房间一来 把商店包往我沙发上一放 说中主席啊 恭喜你啊 祝贺你啊 希望能够多关照 然后说什么东西啊 他说老贵去了 我们都这样 挡不住老规矩的陈虚源 自然也挡不住 俱乐部的巨额金元公事 任职几年来 他收受多家俱乐部钱财 累计达数千万元 足协主席是这个样子 足协多个部门负责人 也八线过海 各线神通 专案组通过他们的案情 解剖廉政风险点 发现足协 足协虽然只是一个社会组织 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和公权力 但权力失去监督制约 致使靠足球 吃足球大行其道 联赛管理长期是管办不分 足协既监管又组织 权力过于集中 这样的话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 监管者也都成了被围猎者 被俱乐部以及俱乐部背后的这种资本所绑架 放弃了对足球这个行业的监督权 而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赵财 也同样公器私用 靠体育 吃体育 靠足球 吃足球 收受财务数千万元 对足坛乱象听之认之 自己呢 也没有当好中国足球反腐 斗争的一个耸缘的作用 在这个屈辱部老板的 这个利益的围猎上走 自己呢 还是主观原因 没有加以严格的控制 有些随波逐流了 2022年 有线索反映中甲联赛一些比赛 存在甲球赌球协议 国家体育总局收到相关线索后 要求杜赵财牵头进行调查处理 然而杜赵财却偷换概念 用所谓调研来敷衍 把调查改成研究 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也没有处理任何人 只是做一个调研报告 他本应带领中国足球企业当委 耽误起中国足球全面出源制党的 足利责任 但他这个不敢抓不敢管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足球领域腐败问题严重 行业生态恶化 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高度重视 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高度关注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强调要着眼长远与夯实基础相结合 持续用力久久围攻 杜兆才和陈旭员作为足协负责人 本应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将推动改革作为第一要务 然而他们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 见效慢 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 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压保在豪赌世界杯上 看了一些改革发展方案 有一种未党情绪 觉得这件事情 做学在我的论上 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实际上也是个政绩观的问题 自己就想在我的当论上 能够实现国家队能够实现创加世界杯 那不是证明程序员很有本事吗 而当时还有一个人也想要豪赌世界杯 那就是离铁 他感到打假球取得的虚假战绩 已经为谋求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职位积攒了资本 但还需要临门再推一脚 2019年8月 当他得知中国足协要组建男足国家选拔队参加东亚杯时 感到机会来了 因为我太想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了 所以呢就想了很多办法 找了很多人去请托 找了足协的领导 能够帮我来说好话 能够推荐我 离铁行贿的思路和踢甲球如出一辙 觉得需要多重保险 他一方面游说卓尔俱乐部出钱帮他做工作 表示如果自己能上位 也会在多方面回报俱乐部 俱乐部为此拿出200万元向陈虚员行贿 另一方面 李铁觉得时任足协秘书长刘毅也颇具话语权 于是又自掏腰包送给刘毅100万元 俱乐部给我送钱 跟我推荐 他说陈虚学啊 李铁这个人不错 国家选拔的主任 他是他为他的未来 能够创造一个机会 创造一个平台 约我聊天 谈瓜对着建设的问题 时候趁那个机会 给了我钱 他希望就是密室长你要多支持 我说没问题 我肯定 我帖子我肯定支持你 就这样 李铁如愿成为男子足球国家选拔队主教练 到李皮辞职后 随即被火线任命为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确认获得这个职位的第二天 李铁就飞到武汉和卓尔俱乐部谈交易 实际上就是利益交换 他就谈得很赤裸了 我带哪几个球员进去 可能哪个球员会给你们给上上时间 在足球层面上可以 反正肯定会搞好关系 帮你们提供一些资源 他给我们开出了这么多 非常诱惑的这种筹码 向我们要钱 李铁与卓尔俱乐部 以总额六千万元的金额 签下了一纸所谓的额头 实际只是以此为幌子 来掩盖全钱交易的本质 随后他很快将卓尔队的四名球员 选入了国家队大名单 一旦球员和教练选拔被当作谋取私利的砝码 出不了成绩是必然的 何况系统的清训 健康的联赛才是国家队的根基 当多方都热衷短期利益 忽视清训投入 当联赛充斥不正之风 金钱有可能左右胜负时 这种被污染的足球土壤 自然无法提供培育人才的充足养分 当球迷们还期盼着李铁能带男足国家队 冲进世界杯 很多圈内人早就心知肚明 这样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作为圈内人来说我们都没有信心 真的 经常你是处于消极比赛 你不管从心理从生理 你都是很放松的状态 你没有总是在一个很集中的状态下 去完成这些技术战术 那你时间长了 你这些你再想紧起来的时候 你是紧不起来的 现代足球绝对是科学 足球比赛还是需要真正的比赛 这样才能真正的锻炼到球员教练员 李铁从2020年1月2日 被任命为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到2021年12月3日 在球迷骂声一片中下课 急功近利的结果是上升的快 坠落的也快 不知他是否还记得 球员时代的自己之所以能成功 靠的是跑不死而不是跑得快 我是非常后悔的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 一定要走正路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想一切办法去走捷径 倒在走捷径路上的不止是离铁 河北华夏幸福和武汉卓尔俱乐部 如今都已宣告解散 杜兆财和陈虚员也没能拿到想要的政绩 反而双双落马 还是那句老话 足球是圆的 有再多的权力和金钱 也无法任意塑造他的形状 球迷可以包容中国足球的落后 当时不能原谅我 我作为足球足球来说 我付足球的账人 我想深深地全国球迷 真的要谢罪 我错了 我自己真的认为我自己错了 我非常后悔自己 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吗 如果有后悔药可以买 我愿意我用的生命把它买回来 我也不会再去干这种事情 系列案件的查办 是对足球领域的一次刮骨疗毒 而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中国足球走了不少弯路 但永远都会有痴心不改的球迷们爱着它 永远都会有孩子们带着梦想走进它 他们赢了就快乐 输了就难过 一切都清澈而真实 他们的初心需要足坛管理者和从业者 去用心呵护 去用心呵护 下球啊 这个事 听说我 听说我 因为我听说李铁被抓 他就是因为这样的 人说我故意输给你们 你愿意 不愿意 用真实实力赢了会更快乐 你听说你们有将来长大的小气球的吗 有 我要踢 我要踢 去踢世界杯 这次足球领域的反腐 着眼的不只是当下更是未来 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发现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 开展以暗促改促制工作 切实加强监督 推动相关单位深刻吸取教训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 真抓实干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久久为公 才能为中国足球的绿音场 开启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冰冻三尺肥日子汗 画冰冰冰肯定有个骨折 查出足球系列福二届 不仅是查出那几个人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查出这个案子 推动足球领域生态的改变 推动体育部门 汲取教训 生化改革 完善制度 正本清源 还绿音场 清朗的神态 明天 明天 明天